台北市政府跟财政部要联手压抑房市 希望能够提高房屋的税率 尤其是锁定多屋族下手 不过这样的做法 看在专家跟房仲业者的眼中 还是认为治标不治本 达不到有钱人 台北市副市长张金鹅 与财政部长张胜和会面 建议大幅提高房屋税率 其中拥有多户房屋的税率 建议按户数提高 如果有四户以上 税率从现行的1.2% 大幅提高到3.6% 希望借此围堵屯房族 打击居高不下的房价 不过房产专家却没有这么乐观 就算调高三倍好了 你认为这些所谓都会区的 这些所谓的有钱人 他就养不起房子了吗 那我们再说 如果他今天因为这3点多%的税率 然后养不起房子 他拿出来卖 年轻人就买得起了吗 房仲业者分析 以一年缴交7万5千元 房屋税的豪宅为例 如果多一户费自用住宅 每年大概要多缴1万8千多元 多两户则多缴10万元 三户则多缴28万多元 拥有四户以上 至少要多缴60万元 虽然要缴的税增加 但对有钱大户来说 打房效果并不大 中小型的投资客 他们实际上市场操作上面 因为他们的利润减少了 成本提高了 所以多多少少会有收手的情况 但我们也知道说 比较高阶的制产族 他们其实长期以来 透过多元的方式 包括说有一些囤房族 他可能家庭人是比较多的 所以他用不一样的兄弟姐妹 或子女 民意去购买的话 可能仍然是会规避的调 房中业者认为 与其提高税率打房 政府还不如多建合一住宅 多规划社会住宅 减少城乡差距 才是治本的办法 问题是说这些呢 当然是解决了第一线住的问题 但长久以来呢 其实华人还是比较喜欢 拥有自己的房子 对于大家希望 有自己的窝自己的壳 这样子的一个族群来说呢 并没有完全解决 房价跟薪水 有这么大差距的一个社会问题 为了实现局主正义 政府想要打压房价 让下一代的年轻人 也买得起房子 但调高房屋税的方法 能不能奏效 似乎还很难说 有电TV 陈旭文 图友人 台北报导